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2年 如此长的在位时间 他曾为印尼带来了长期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大发展 但也因腐败问题麻烦缠身 他的名字就是苏哈托 苏哈托 1921年出生于印尼日整格穆苏村一个农民家庭 长大后迫于生活压力 来到和属东印度印尼皇家洛军当兵 后获得上市军校 二战爆发后 他被送往万龙陆军总司令部后备部队继续当兵 1942年 日军占领印度 苏哈托来到日本警察局当了一名警察 1960年 苏哈托出任印尼陆军参谋长第一助理 五年后出任陆军战略后备司令 1965年9月30日 以苏加诺总统警卫团三营营长 等丰东中校围首的一批军官 发动了九三十政变 解散内阁 在这样的混乱局面时刻 苏哈托反击得手 负责恢复治安和秩序 次年 苏哈托代行总统持权 1968年3月 苏哈托正式当选为印尼共和国总统 从此 印尼进入苏哈托时代 在苏哈托执政期间 他身上有两个显著的标签 屠杀50万印尼华人和贪污 下面笔者着重给大家介绍苏哈托家族贪腐的问题 苏哈托家族贪腐 在印尼早已公开的秘密 苏哈托在位期间 其家族垄断了印尼全国75%的财富 至于具体数字 目前还是一个谜 2007年 据纽约世界银行公布的腐败贪污榜单中 印尼苏哈托名列第一 资料显示 苏哈托的家族成员 长期担任印尼各行业的重要职位 包括银行 电台 电视网 电话网络 道路等垄断行业 印尼前副总统哈达曾说 贪污早已是印尼生活的一部分 而苏哈托只是把贪污破大化 可法化 1997年 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 印尼货币大幅贬值 社会动荡不安 人们越发对苏哈托不满 不仅如此 当时在印尼投资的外资 纷纷撤资逃离 印尼企业更是相继倒闭 外债高达1400亿美元 再在重重压力下 1997年5月21日 苏哈托对破宣布辞职 苏哈托对破下台后 由于身体健康问题 对他的各项指控 都因疾病问题不了了之 2008年1月27日 苏哈托已87岁的高龄病死 参考资料 纽约时报2007年 微笑的将军 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